相信不少去過倫敦旅行的人 都會用過 CityMapper 地圖 App 除了一次過可以看到英國交通工具的車站 還可以比較路程及到站時間 CityMapper 正在積極進軍亞洲市場 先後開發新加坡及東京版後 近期更正式登陸香港 而英國總公司為了迎合港人的要求 找了 Startup HK 聯合創始人蘇重禮 擔任城市營運顧問 Jean 說 CityMapper 及 Google Maps 的最大分別 是前者以起點去到目的地為主要目標 我們這個 App 很著重 由方向人從1點到0點 巴士的到站時間 或是地鐵某部份線的到站時間 我們都會有顯示 你用我們的 App 將你要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會教你從哪裏走到哪裏 進去哪個地鐵站的入口 進去之後 在月台站在甚麼位置 對你之後要去的出口是最有利的 之後你去到出口的時候 我們會教你轉巴士 又會駁到你的巴士站 之後去到巴士站 我要告訴你 其實你要乘搭巴士 幾分鐘後會到達 之後就會帶你到目的地 CityMapper 在 2011 年於倫敦創立 連續獲得 2013 和 2014 年度的 Apple App 大獎 早前蘋果發佈會更加宣佈 CityMapper 成為首個登錄 Apple Watch 的 App 明顯有意搶攻 Google Maps 的市場 快到站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Long Zone 提示 這個是除了在手機上 在 Apple Watch 中 都會做到一件事 這個 App 的港版 會在 8 月尾正式推出 除了大部分交通工具之外 還會包括 Uber Ajin 說交通資料 都是由互聯網的公開資料獲得 其中由 WAN 去最難搜集的 至於香港的室車問題 會不會影響 App 的準確性呢 Ajin 說準確度 暫時視乎運輸公司提供資料 但是 App 之後就會繼續改良 而為了更加符合港人的需要 除了會盡快更新中文版 還會加入本地的元素 全香港所有的公司 或地方 如果想宣傳他們的位置 或是幫到他們的客人 去到他們 都可以用我們後台的工具 例如可以在你的網站 加一顆按鈕 就可以用到我們的搜尋器 去告訴別人 他們搭什麼交通工具 可以去到他們的地方